中国女足最近在亚运会上获得了铜牌 这一成绩虽然没有达到冠军 但教练水庆霞对球员们的辛勤努力和拼搏精神感到满意 这一成绩为中国女足的未来打开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他们正在为巴黎奥运会女足预选赛亚洲区的第二阶段赛事做准备 这将是一项重要的比赛 对中国女足来说有着巨大的意义 新帅孙文的上任也引发了球迷们的期待和热切关注 孙文是中国女足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她的经验和视野将为中国女足带来新的希望和可能 在面对巴黎奥运会女足预选赛的挑战时 中国女足需要调整队员的心态 充分利用每名队员的特长 以发挥出最大的团队力量 这不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次挑战与机遇的考验 巴黎奥运会女足预选赛亚洲区的第二阶段赛事 将是中国女足面临的重要挑战 尽管在亚运会上获得了铜牌 但中国女足仍需要不断提高技术和战术水平 以应对国际级的竞争对手 这项比赛将检验中国女足的整体实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同时也为她们争取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资格提供了机会 新主教练孙文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女足历史上的传奇球员 她了解中国女足的文化和历史 这使她能够更好地与球员们建立联系 她的领导和决策将对中国女足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她将带领球队朝着更高的成就迈进 中国女足不仅需要在技术和战术方面进行准备 还需要调整队员的心态 每名队员都有自己独特的特长 孙文需要找到最佳的方式来整合这些特长 以实现最大的团队力量 只有在关键时刻 球队的团结和协作 才能够帮助他们克服强大的对手 除了应对比赛挑战 中国女足还需要面对培养年轻球员 提高整体实力 以及在国际赛场上展现自己的挑战 这要求她们思考如何吸收国际上的经验和理念 以实现更好的表现 中国女足站在新的起点上 她们需要不断进步 适应变化 以实现更大的成功 在未来的比赛中 中国女足将继续努力 争取再创佳绩 她们已经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这将是她们成功的关键 中国女足新帅孙文 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她的领导和经验将为球队带来新的动力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中国女足都将努力前行 为国家荣誉而战 期待着她们在巴黎奥运会 女足预选赛中取得出色的表现 继续为中国足球增光天才